大家好,我是豆妈,朋友点了豆沙包,今天安排着 300克面粉倒入盆中,3克酵母用160毫升温牛奶化开 牛奶可用温水代替,边倒牛奶边搅拌面粉 搅拌成絮状后,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醒发至两倍大,自己做的豆沙分成均等小剂子揉圆 每一个剂子大约30克左右,自制豆沙请看4号发布的视频 取出醒发好的面团,揉搓排气,分成均等小面剂 每个面剂大约50克左右,取一个面剂按压擀成厚面片 放入豆沙线,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,然后再整理成圆形馒头皮 全部做好后,盖上纱布二次醒发30分钟 今天室温19度,体积变大,手感变轻 开水上锅,蒸15分钟,关火焖5分钟即可出锅 香甜松软,口感丰富细腻 自己做的豆沙,豆香浓郁,甜度适中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,有问题咱们留言区交流